披荆斩棘的哥哥四总决赛落幕 弟弟们掀起音乐风暴 经过数月的激烈角逐 披荆斩棘的哥哥四终于迎来了万众瞩目的总决赛 这场汇聚了众多明星哥哥和弟弟的音乐盛宴 不仅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表演 还见证了他们在音乐道路上的成长与蜕变 如今 总决赛的结果已经揭晓 弟弟们的出色表现让人眼前一亮 仿佛一股新的音乐力量正在崛起 总决赛当晚 舞台灯光璀璨夺目 观众们早早地守候在屏幕前 期待着这场终极对决的到来 哥哥们和弟弟们都为这场最后的较量准备了精彩的节目 希望能够以最佳的状态呈现在观众面前 首先登场的是有长静 他作为弟弟组的代表 一开场就展现出了强大的气场 有长静深情地演唱了一首动人的歌曲 他的歌声如同春风拂面 温暖而又动人 每一个音符都仿佛闪耀着光芒 照亮了整个舞台 观众们被他的歌声深深吸引 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 评委们也对他的表现赞不绝口 认为他的演唱不仅技巧娴熟 更充满了情感和温度 接下来登场的是王正亮 他的一首经典歌曲引发了全场的共鸣 王正亮的歌声深情而富有感染力 仿佛带着观众回到了那个充满回忆的年代 他的演唱充满了情感和温度 让人们沉浸其中无法自拔 观众们纷纷跟着他的歌声哼唱 现场气氛温馨而又感人 胡夏则以其独特的嗓音和出色的唱功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他的一首歌曲充满了青春活力 仿佛一阵清新的丰富过舞台 让人感受到了音乐的无限可能 胡夏在舞台上的表现自如而自信 他的歌声如同阳光般明媚 照亮了每一个角落 观众们被他的歌声所打动 掌声和欢呼声不断响起 除了这三位表现出色的选手外 其他哥哥和弟弟们也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表演 李克勤作为哥哥组的大哥大 不仅展现了他的音乐才华 还以其幽默风趣的性格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他在舞台上的互动环节 更是让现场气氛达到了高潮 观众们在他的带领下欢笑不断 雅泽以他的帅气外表和出色的唱功 吸引了众多粉丝的目光 他的表演充满了自信和魅力 仿佛一颗闪耀的星星在舞台上绽放光芒 观众们被他的歌声所吸引 纷纷为他加油助威 施凯则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扎实的唱功 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他的歌曲充满了力量和情感 仿佛一股激流在舞台上奔游 观众们被他的歌声所打动 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 高清晨作为弟弟组的一员 已展现出了他的音乐才华 他的表演充满了活力和激情 仿佛一股清新的风浮过舞台 观众们被他的歌声所吸引 纷纷为他鼓掌喝彩 傅心博则以他的深情演唱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他的歌曲充满了情感和温度 仿佛一股暖流在观众心中流淌 观众们被他的歌声所打动 掌声和欢呼声不断响起 梁龙作为大哥组的代表 虽然在名字尚未能积身前列 但他在舞台上的表现却让人印象深刻 他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幽默风趣的性格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他的表演充满了自由和放纵 仿佛一阵狂风在舞台上肆虐 观众们被他的歌声所吸引 纷纷为他加油助威 黑泽良平虽然之前的名字一直不高 但他在总决赛中的表现却让人眼前一亮 他的歌曲充满了情感和力量 仿佛一股激流在舞台上奔游 观众们被他的歌声所打动 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 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后 最终的总决赛排名揭晓 由掌镜凭借出色的表现获得了第一名 实至名归 他在舞台上的每一次演出 都充满了惊喜和感动 观众们被他歌声中的情感所打动 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 评委们也对他的表现赞不绝口 认为他的演唱不仅技巧娴熟 更充满了情感和温度 王正亮获得第二名 他的音乐才华和舞台魅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观众们被他歌声中的深情所打动 仿佛跟随他回到了那些充满回忆的时光 评委们也对他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 认为他的演唱充满了情感和温度 胡夏则凭借出色的表现获得了第三名 他的实力和潜力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观众们被他歌声中的青春活力所感染 仿佛感受到了一股清新的丰富过心田 评委们也对他的表现给予了肯定 认为他的演唱技巧娴熟 充满了感染力 除了前三名的选手外 其他哥哥和弟弟们也都有不错的表现 李克勤获得第四名 并荣获最佳泽一点称号 他在比赛过程中不仅展现了自己的音乐才华 还积极与队友互动 赢得了大家的喜爱 观众们被他幽默风趣的性格所吸引 现场气氛在他的带领下达到了高潮 雅 石凯 高清晨 傅新博 梁龙和黑泽梁平等选手也都有出色的表现 赢得了观众的掌声和尊重 观众们被他们的歌声所打动 纷纷为他们加油助威 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比赛中弟弟组的崛起成为了的一大亮点 弟弟们不仅在排名上占据了优势 而且在舞台上的表现也让人眼前一亮 弟弟们的音乐风格多样 歌有特色 为比赛增添了更多的色彩和活力 由长静作为弟弟组的代表 他的成功并非偶然 在比赛过程中 他展现出了出色的音乐才华和舞台表现力 他的歌曲充满了情感和温度 让人感受到了音乐的力量 同时 他还积极参与团队合作 与队友们共同创作出了许多精彩的表演 在阵容初期并未受到广泛看好的情境下 皮格斯凭借创新的赛制设计 深刻的群像刻画 以及精心编排的舞台表演 依然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成绩单 节目组不仅在内容上降新独运 更让参与的34位哥哥在激烈的竞争中 收获了深厚的有益与显著的成长 成功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 重燃了公众的关注度 经过出舞台的亮相 与五次公演舞台的激烈角逐 虽有一位哥哥因故退赛 九位哥哥遗憾淘汰 但剩余的24位哥哥凭借不懈的努力与才华 顺利晋级制成团业 10月19日 长沙的夜晚因批歌似成团业的录制而璀璨夺目 场内哥哥们的比拼扣人心弦 场外粉丝们则以摩天伦 花墙 户外大屏等多样化的应援方式 营造出了一场视觉与情感的双重盛宴 不少哥哥还亲自到场感受 这份来自粉丝的热爱与支持 成团业上 24位哥哥被巧妙地分为一件钟情 点亮 夜空 六星宝可蒙及太阳四大阵营 分别有李克勤 王正亮 有长静 石凯担任队长 领导各自团队向最终的成团席位发起冲击 随着总决赛的圆满落幕 备受期待的批歌四成团名单也提前揭晓 17个成团席位尘埃落定 在之前的武功强位战中 以克勤与王正亮两大阵营凭借出色的表现 分别锁定上下半场的第一名 各自掌获了一个宝贵的成团席位 而在四人合作秀环节 傅心伯 高清晨 徐海乔 庆莲的精彩演绎 特别是徐海乔与高清晨的突出表现 分别为石凯与王正亮阵营在天一席 随后的两两合作秀中 王正亮阵营的找自己 虽惜败于有长金阵营的斗鸟 但两者均成功争取到了一个成团席位 团秀环节则是高潮叠起 李克勤阵营的红日 以其强大的感染力与舞台表现力 多得团秀第一名 为团队赢得了两个成团席位 最终 李克勤阵营以五个席位的绝对优势领跑 成员包括李克勤 胡夏 傅心伯 黑泽良平 黄霄 石凯阵营 有长金阵营及王正亮阵营则割获四席 分别有石凯 梁龙 徐海乔 扶龙飞 有长金 雅 早安 庆莲 以及王正亮 高清晨 维里安 林一伦组成 这份名单不仅是对哥哥们 努力与才华的认可 也是匹哥寺这一季精彩旅程的完美助脚